台阶的專員小組 釣魚監視器時 曾經在凌晨兩三點時 發現阿雄的小貨車 當時候操掉的手機訊號 也在一起 現在想想 好像哪裡不對勁 為什麼晚上 你說要跟他討論債務 然後出去車子都在附近 繞是什麼原因 有什麼急事 非得在凌晨開車出門 而且還在山區 漫無目的地繞 我們那時候在研判中 他繞了這一圈 是不是當時候 操掉就已經是死亡 他要去找地方丟棄大體 那當然有可能 在這個二十分鐘裡面 找不到好的一個地點 這是專員小組心中 最壞的研判 難道兩個人 在處理這一個過程中 起了衝突 鬧出了人命 阿雄因為在山區 找尋不到隱密的棄室地點 才會丟在住家附近的寒洞裡嗎 問題是 這些研判都等著阿雄來證實 但這些日子來 包括了警方 還有雙方家人 窮盡的所有辦法 都找不到人 還能怎麼找 他們是沿路整個這樣找下來 當時候偵察隊小隊長徐子毅 帶著偵察座蔡東舟 兩個人趁著夜深 重返 趙迪亞城市的淫水道 他們往上游找 希望能找到更多線索 我們是想去找這個靈感看 因為我們也想說有沒有機會遇到阿雄 因為在阿雄的父母親家的附近 上游就在旁邊 那我們也在想說 我們半夜上去不曉得會不會突然遇到 我們站在上面往下看 因為有看到燒的痕跡 有燒東西都一定是在這裡了 徐子毅說 瘀青雕的上衣手機 還有一些隨身物品都沒有找到 當時他看著眼前這一對灰燼 正在思考 這些物證有沒有可能都被燒回的同時 就是閃過那個念頭 所以全身不舒服 那種感覺很難形容 就是很快速的全身發亮 全身冰冷 你會有那種感覺就是 溫度急劇下降 到冰點那種狀況 所以非常的不舒服 徐子毅說他從今28年 經手過許多重大刑案 每一個命案現場 他都會親自到場 但這種打從鼓子裡 冷出來的感覺 他從來沒有遇過 命案現場會走過那麼多趟 我們說 只一點就是我們是正義之身 我們是什麼都不會怕 結果到那個現場 我們進來 兩個人都會有一樣的感覺 就是感覺好像那種 我們有時候很冷的時候 我們被那個風掃到有沒有 起刮然後會刺激 我個人啦 我個人是認為說 這應該有圓區啦 現場的兩個人 都感受到莫名寒意 會是巧合嗎 就是現場的感覺 太 太陰森了 就是因為阿嬤也有感覺到 因為我們兩個隊員看了一下 那是我們事後 我們都不敢講話 儘管感受到現場氣氛不太尋常 但徐子毅也沒多想 既然重回現場一無所惑 那就早點回去休息 準備天亮再繼續追查 一如往常的平民時刻 也讓自己能夠坐在沙發上 好好沉澱一整天的雜亂思緒 但這一天的狀況卻不相同 夢境中的徐子毅 來到了一個陌生的 頂樓家蓋建築林 正當夢境中的徐子毅 還在思考他身處何方時 接下來的畫面 他忘不了 我看到在夢境裡面 看到阿雄上吊輕聲 因為他是正對著我 他的臉是正對著我 所以我知道他是誰 我雖然很累 但是我知道我自己在做夢 就在這個時候 一陣電話鈴聲 把徐子毅從睡夢中喚醒了 那時候就接到阿雄打電話給我 就說阿雄在家裡 就在他爸爸媽媽的住處上吊 就輕聲了 他說他真的會不會把他放在裡面 他不斷做夢境中喚醒了 他不斷做夢境中喚醒了 他不會把他放在心裡 你的心中喚醒了